嗨,大家好,我是Celine 我是Cynthia Spice在去年開箱了很多日月潭這一代的優質民宿之後 我們這一次又來日月潭了 這樣我們這次就找到日月潭附近一間山中的民宿 然後還有在地人推薦我們只有在地人會去的隱藏茶館 然後也是在地人才會去吃的拉麵店 那不想說任多國內圖托爾法的話 一定要去日月潭一張 然後想找優質民宿的話 一定要向Spice來去 這間是我們這次要住的積木家 這一個建築原本是老闆他們一家蓋來要一起住 所以他們真的是以心目中最想要的樣子來蓋自己心目中的家 看起來好chill喔 還有這個蚊帳 而且還有聽到一些蟲鳴鳥叫的聲音 哇賽,真的給我睡覺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位置很浪漫耶 哇,這裡好漂亮喔 而且他擺了一些這種主席跟抱枕 然後你這個畫面現在 就是除了水池之外又有些松樹 對,然後他就這樣垂下來 我必須說這個setting很不像在台灣 比較少台灣的民宿願意在戶外規劃一區 對,然後我們先進去看一下 今天就有一些木頭 然後我們可能放了香噴的味道 然後剛剛check-in的時候其實很特別 這邊有一些手工的肥皂 它裡面有三種可以選 挑一塊肥皂 然後我們完全就可以用這個 哇,太可愛了吧 它其實這樣進去之後裡面就好多油漆 這個是炸彈超人嗎? 這台遊戲機好療癒喔 幹,為什麼會有三種猛男跳出來 連這個樓梯都超美的 所以它就是水泥牆之外 又放了一些植物 然後一些他們自己的收藏品 然後這邊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然後看到朋友就想說 誰會在庫外弄一個大型的西洋師 然後就 這個就這樣 如果很多人一起來 對,他跟我們法律的話 你還有一種毛孔 欸,你把人家擺回去啊 幹什麼 這是真的可以玩的嗎? 好,我們等一下來玩 好,我們先去房間 這個名字也很有趣 他們的房名都是用小圖的預言來定義的 這間的意思就是 早上如果太陽從東面身時就會要 你的動作好粗魯喔 可以不要穿一件長裙這樣嗎? 好大喔 這是我們兩個人獨像的陽台欸 這是一四人房吧 但是你看這個沙發椅 它也可以坐得下四個人 哇,這個房間 我好喜歡喔 好喜歡喔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真的很長 一天到晚在住民宿 但是我們兩個都是 剛剛第一次看來都覺得 哇 走 每一個畫面都這麼漂亮 然後是發自內心的喜歡這裡 看完的地方其實已經很多了 來到這裡真的馬上 有讓你有一種賣下來的感覺 雖然說房間一看過去 你覺得 欸,蠻簡單的 從很多細節 你就覺得它蠻有趣 你看到這麼現代日式的地方 然後當然會它會 here and there 一些些古董 房間裡面其實有附一些 餅乾茶包 冰箱裡也有一點 巧克力跟飲料 好看它上面還有那個 城市商店可以蠻泡麵 晚餐前都可以 不用離開民宿的地方 對,我們現在去吃下午茶吧 這邊的下午茶 就是直接在 咖啡廳下 很長的感覺 對啊 輕盆大雨中 這種時候特別覺得 你待在一間很漂亮的民宿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對 剛剛老闆拿出咖啡的時候 我就想說 你確定你要在Celia面前拿咖啡? 哈哈哈 我推咖啡小挑 可是我剛剛有聞 它叫做Avocato 它就是冰淇淋然後用濃縮直接淋上去 因為還有點一杯果汁 它果汁也超級要喝的 還有冰碟喝的好多 它是已經有一點點發香味 有一點酒感的感覺了 有通過嗎? 通過 一點雜味苦味都沒有 但冰淇淋整個吃起來是很順口的 我很喜歡 這個鏡面是水池這一圈 他們這是一個額外加價的服務 可以幫你布置一些蠟燭 氛圍還蠻浪漫的 如果你是想要過一個特殊節日 就是可以跟它額外要求這個 如果大家有想要租金木家的話 記得要到Spice Got Shiver的地方 因為我們其實有幫辣粉 爭取到比較優惠的價格 根據最近的經驗 就是我們影片PO出來之後 很容易就沒有房訂了 所以大家要訂要快 那其實也不只是金木家 我們網站上面 延選了非常多全台各地 可以讓你很好的耍廢度假 每一間都很想去住 大家可以到我們影片描述裡面找連結 你看一下現在的光 你打開眼睛 你打開眼睛 我打開眼睛 哈囉 我在拍你你知道嗎 早上六點吃吃法座 你看你後面 哇 欸這個床現在變得超漂亮的 現在就是坐在它這個 鏡面水池在這邊吃早餐 早上六點半就醒來了 睜開眼睛馬上拿起相機 真的太漂亮了 很早起 可是我們一點都沒有 心情很差的起床 這個光影真的太浪漫了 我們今天的早餐 就是可頌 然後有沙拉跟水果 早上的飲料跟昨天下午茶一樣 就是那種專業咖啡師 咖啡 從一看到這裡吃下午茶 房間 起床 然後吃早餐 每一個細節 我們都很有度假放鬆到的感覺 大家都知道月潭這一代的紅茶很有名 所以很多人可能會去逛逛茶園啊 茶廠 那我們今天要來這個茶屋啊 它是幾乎沒有光就知道 因為它真的非常可以聽 叫做日月做菇 聽說裡面每一種賣的茶藝都是他們自家種的 小小的 很可愛 就兩桌 而且這個很有氛圍 那我們覺得要跟老闆聊天 我們要坐這邊 那紅玉有個名字叫4058 它是民國40年的58號種子 來這裡我就可以讓你比較那個紅玉的月份 它今天剛好只有剩下6月14號的 所以我們用不同的方式 然後去展間查不同的風味 老闆一直試圖想跟我們解釋茶 就是有點複雜 對 蠻難的 妳覺得好喝就好喝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就是如果想要多了解一點的話 老闆娘可以滔滔不絕 剛剛是喝冷泡茶倒在老闆娘說 Gay by 的紅酒杯裡面 Cheers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小杯子 它是熱沖然後倒到一大幅冰塊裡面的 就是可能想要喝冰的 我就會這樣幫它泡 我覺得這杯喝起來口感圓潤很多耶 因為其實紅酒杯就是平酒的 它是圓的 然後香氣其實隨時會上 所以不是為了Gay by嗎 有啦 是Gay by 它還是有 它香氣會集中在這個 剛好只剩下一種茶葉 然後是硬烘焙的 紅的喝法 對 三種就是冷釀 冷泡 然後等一下會喝熱沖的 這個是冷釀 這是冷泡 我覺得超奇怪的 明明都是冷的喔 然後這個稍微有一點點澀澀的 它的做法其實也是跟這個一樣 它是熱沖出來的 然後再放到一壺冰塊裡面 這個泡的時候就是直接是茶葉水 然後冰到冰箱裡面去 這個真的很好喝 我現在最喜歡這一個 是不是覺得冷泡茶那麼好嗎 我一直都知道是月潭茶很有名 可是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坐下來 好好的品月潭這邊的茶 你們很擔心我進來這邊 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他們想說茶不就是茶 但是結果完全不一樣 一種茶的三種泡法 喝起來風味完全不一樣 而且這邊東西也 火櫃吧 這是冷泡茶量120 熱沖的這一杯就是80% 貝果跟蛋糕都才70 好 確定是月潭觀光區的 因為這邊就是不是什麼觀光客會來的地方 他們主要都是在地人 好喜歡喝茶的 然後他們就是來這邊 把它當成一個聚會場所 現在後面就是其實是 老闆在跟別的朋友 聊茶 那個茶什麼時候 所以都種不出來 所以如果你有種茶的話 歡迎來這邊聊天 這裡的氛圍 很不像在這麼觀光化的日月潭 日式旁邊 因為這邊其實也有賣 貝果跟蛋糕 寄賣的米餅也很好吃 適合你如果大熱天 正中午或是下雨天 不想在外面走的話 就是可以來這邊品嘗 有一種融入在地人生活的感覺 今天晚餐是要吃一間 叫做浩克麵屋的拉麵店 然後我其實是去年來日月潭的時候 就有吃過 覺得非常的好吃 所以這次就是一定要帶蛇印來吃吃看 你也許進去就會聽到那個 小驚喜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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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哪一間拉麵店會有祝唱歌手 但是其實是老闆 而且他有一首歌叫做下面歌 然後我覺得 有趣然後我聽他等一下會唱 你跟他解釋一下下面歌是什麼 我有看的時候 我會用唱歌的方式 去介紹我拉麵店 然後這首歌主要是介紹 麵的味道 還有主持人湯品的食品 這首歌叫下面給你吃 給客人給你動去 喔 OK 歌的女孩國伴 我下面給你吃 哇 這個 怎麼樣 滿意這個精神 而且那邊還有那個歌詞 可以一起唱 歌的女孩國伴 歌的女孩國伴 到底為什麼可以把這句 唱得這麼文青 老闆 你這裡是有很多小孩嗎 沒有那麼多小孩的文青 就分享給其他小朋友店 他這裡很小孩友善耶 對啊那邊超大一區 因為全部都小朋友 我現在演成有四道小菜 泡菜 小黃蛙 藝籽南瓜 然後這個很特別耶 這個是干貝醇 QQ的口感 還清爽的 現在拉麵店有提供這種小菜 比較台式家常一點的感覺 我點的是不要不要拉麵 意思好像是辣的不要不要 有不要不要的嗎 哇 你已經很能吃辣了 肉表面有些炙燒 所以吃起來是很香的 我通常吃拉麵 我不會點那種炒燒很多的那種 但這是可以三片吃完 吃它的拉麵好像撇開辣這樣 好像可以不用一直喝水 稍微辣了兩口之後 口感比較清爽 沒有像一般會吃到的 是很鹹的感覺 我覺得喜歡辣的可以點這一碗 點的是它的 算是招牌吧 臀骨幼香的口味 除了那個臀骨 然後魚介味之外 就是還多了一個 很清爽酸酸的幼香 老闆說它的拉麵整個湯頭 做法是跟京都人學的 然後是京都南部的口味 吃起來沒有那麼重鹹 沒有那麼膩 這個 這個 它真的好好吃喔 它真的有一點 很像鹹豬肉 但是不會到很膩 這一次在南投兩天一夜的時間 我們都是使用Iron 從台中高鐵站一出站就可以租到車 而且租車、還車、開鎖車們 都直接用app就好了 很方便 還沒有用過的辣粉 記得可以使用我們的優惠碼 就可以有一個小時的優惠喔 大家以前來日月潭 可能就是覺得一定要去逛日月潭 然後要住在日月潭邊的超貴的飯店 然後再去日月潭邊吃一些和菜 但其實我們今天推薦的這三個地方 都在日月潭附近 可是都沒有看到日月潭本人 但我們還是覺得很棒 像我們今天就住了很漂亮 然後服務跟氣氛真的很好的民宿 但其實不只吉木家 所以其實它有開過很多日月潭很棒很優質的民宿 大家可以去看其他影片 或是可以到spice travel 直接看一下你有沒有有興趣的住宿 然後像我們去咖啡廳 然後這家拉麵店 就是都是那種獨立的小小的 然後你不太會遇到什麼官方的人潮 然後你又可以跟老闆 就是很親切的聊聊天 就交一些當地的朋友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喜歡我們這次的推薦 那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一個like 不想錯過之後 任何的影片一定要訂閱他的鈴鐺 那想要得到更多國外獨特旅遊資訊的話 可以去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大家可以來熱談玩喔 大家可以來聽下面歌喔 哈哈哈